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要常英台的直播时间 来到五间总结的环节 而我们的嘉宾继续是市务总监博司智先生 郭Sir家 你好 上一节稍微讲了港股方面的情况 不如跟进一下A股方面的收市表现 上证指数全日跌了3点 收报在2190点 沪深300指数跌3点 收报2455点 深圳城指跌6点 收报8887点 三大指数来说跌幅比较少 介乎0.08-0.16% 今早来说内地股市今天低开之后曾经倒升 但现在稍微有个跌势 但都好像没什么方向 升完没了又跌回 是啊 其实根本上市况真的比较欠方向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整个A股都处于一个 深厚的技术上的调整之中 当然调整的部分都稍微放大了 总的来说 2444点2月18号高位开始的回落 A股其实在近期已经 我一直都指出 由这一刻开始形成了一条短期的下降轨 下降位一直是压着整个上证的走势 亦都显示得到整个A股 在期间即使有任何的反复 或者技术上的反弹也好 但始终来说 暂时来说 形态都保持一个向下市低位的格局 近期来说 其实有少少是曾经想断定的形态 但我自己看 真正的断定暂时还未出来 我们需要等到上证指数正式升破 这一条红色的短期下降轨 才可以初步听清楚 是初步确认了 A股可能已经 技术上见到一个调整的低位了 但是会不会发展新的升浪 这一刻未能够决定 需要等到它进一步升破2370点 然后才可以确认整个形态 是有利上市2444点 环绕着整个市场 其实气氛真的比较淡静 先讲讲一些因素 包括一些政策 各五条也好 或者说正回购等等 都是属于一个拉紧的政策 在投资程序比较保守之下 只要有少少的沽压出来 市场已经略为反复 直至近期来说 内地的H7N9疫症 慢慢地有限度地扩散 亦令市场的气氛稍微拉紧 至于评级机构 对中国的投资评级 或者信贷评级 轻轻向下调 有心人做有心事 我就不会表态了 但是的确市场 市场是有一些沽空 或者追击的行动 现在在逐步扩散 目的只有一个 高台沽了 低价想补仓 遇对环球市场的气氛 也会比较觉异 而且似乎除了欧洲 或者美国更加不用说 逐创新高 亚洲区来说 日本在两化负费政策之下 真的有些钱流进去 所以日本股市升得比较明显 但是其他地方来说 表现都只是一般 现在市场比较关注的 就是内地的影子银行 涉及的银马 因为太大了 会不会成为一个风暴 大家都不知道 看法就比较保守 这是事实 包括一些评级机构 对这方面的评级 都略为持有比较近 而且内银股 亦因此原因 出现了一个 技术上的下跌之余 即使业绩相对比较理想 或者股值比较低 息率比较吸引 但始终资金入市 态度吸引 仍然比较保守 无论如何 A股是处于一个 反复逐步市低位的形态之中 近日有个低位2165点 是4月16日 这个星期二看到的 技术上来说 可以稍微断定 但若一旦2165点失手 下一个防守据点 将会退守到 去年12月20日的低位2142点 在一个形态当中 留意下 上面这里是下降轨 这个不用说 而下降轨的下面 再拉一条线下来 就形成一条下降通道 现在A股已经跌到 通道底部了 会否准备向下走呢 严格来说 一日上证指数 仍未能突破下降轨 整个形态始终逐步向下试 至于何时才有刺激经济的政策 大家有些期待 担心为什麽呢 在薄弱的气氛主导之下 就算政策真的出台 走势都未必会有太理想的表现 这点就是信心的问题 至于内地经济 首计增长7.7% 比预期中为小 有些看法真的比较保守 但是我自己觉得 中央政府始终还有一个很庞大的储备 它是可以通过政策 令到全年的经济 维持在一个平稳 或者是接近7.5% 或者7.5%以上的增长 当然之 出口既然不行的话 就要靠内需和固定投资 内需不用多说 一定是房建和汽车工业为主 至于固定投资所指的 应该是基建相关的项目 对这方面我看得比较正面 实际上早前出现一些数字 就是出口是放慢了 是倒退 反而进口是提升的 进口提升当然是原材料 多数来说 原材料的提升 一般来说 会代表厂商接到订单 接到订单 要生产也需要原材料 所以入口的原材料 加工之后 成品可能两个月后就附运 但是以现在大环境大气候 你看出口的数字 还是放慢的话 没有理由进口 会是厂商的原材料入口 可能有 不过是小部分 但是绝大部分 我自己看 应该是基建投放相关的原材料 即是说 可能未来三个星期 或者四个星期 一些大型的基建项目 会正式上马 为了保持经济增长 其实来说 这方面的政策 我觉得应该是要加快的 因为现在去到第二季的季中 如果你过了一个两月 已经是第一季第二季 已经过去了 剩下来 你要维持全年的7.5%增长 你真的要靠内税 靠固定投资 如果你迟些才推行的话 比较关键的数据 或者数据 最快最快都要两个月后才能出来 如果现在执行的话 可能六月左右的数据出来 是会比较理想的 但迟些执行的话 情况就会有少少拉近了 至于货币政策 我不觉得中央会拉得太紧 近期的正回购 其实来说是逆回购的 后一个执行的指令 因为这些是一个短期的措施 就不同的是下调银行准备金 因为每下调半个百分点的银行准备金 可能代表有4000甚至4200亿的资金 是拆放出去市场的 20%的银行准备金 何时会减减 或者会不会减减 现在真是微指数 但以现在的CPI只有2%多些 其实是有条件稍为放的 事实上你不放也不行 如果你不放的话 整个经济增长的步伐将会慢 要维持7.5% 说明要靠内税 靠固定投资 那就是要钱 没有钱就万事不能 所以我不觉得中央在货币政策 会维持得太紧 相反来说 现在的正回购 只是说去年通过逆回购 不断向市场上注资 最高金额达到8600亿 接近9000亿 如果你说这个措施一定要完成 一放就当然一收 这个不用说了 只不过你放的时间 全世界当然是拍手掌 到你收的时间一定是痛苦的了 现在正正就是这个环境 往后时间我自己看 中央在货币那边 都会适量重宽 很可能就是环境和气候 逼到政策那方面 是真会略为 进行一些有限度的刺激那方面 因为你要保持7.5%增长 其实真的不容易 往前出口可以的时间 问题是有 不过也不是那么大 但现在出口不行 即外围的经济复苏的步骤 更是比较慢的话 自己又要保持7.5%的增长 那唯有自己想办法 其实最庞大的市场 就是在中国自己本土 13亿人口衣食住行都很需要 简单说 住一定是不少得的 所以城镇化的计划 应该会退出来的 一旦推行的话 变成了内房 或者个别的水泥股 是会稍微立即受惠的 汽车工业其实也不少得 因为汽车工业行得畅顺 下午有40多个行业是会受惠的 例如汽车的车架 或者车身 或者是玻璃 或者是零部件 例如摩托等等 车胎 说太多了 其实数到40多个行业 都会受惠 这个是在需求之下 制造增长出来的 我自己看 如果股市真的有点反复的话 比较敏感的 受惠于政策股份 应该是汽车相关的股份 个别的内房 个别的内房 意思就是 我们不要选择一些负债比较重的 一定要选择一些 投轮的一定是央企 或者省企 当然大型的内房股 亦都是可以 一个抠低吸纳的中线对象 至于其他相关基建股 可能在政策扶持之下 都会有些借口 炒回上去 但如果基建股 这个概念稍微做好 我就寻愿选上游的业务 包括水泥股 当然水泥和钢材 在基建里面都是不少的 但水泥的生产 所有的原材料是自己有的 不需要入口 所以毛利的掌握是比较容易 我承认去年的业绩比较差 因为大型基建上码比较慢 但今年上来 基于要保持7.5%的增长 基建里面是会加快的 水泥的需求是会放大的 所以存货过多 这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不是那么大 可能是钢材股 我就有少少保留了 因为铁矿石是入口的 你练钢的原材料一定要靠入口 练钢的成本又重 生产出来市场的需求又慢 一元成本可能要买9.5% 这样的生意一定是亏损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钢材股 由高价下来已经跌了很多 但即使市场反弹有后抽也好 他们的板块或是步伐 整个板块和步伐都还是比较慢 因为基本因素不太配合 相对水泥和钢材来说 如果两者作为推介 我当然不知是选水泥 至于什么价入 就真的要看市场了 好 谢谢郭先生 和内地股市来说做了详细的分析 我跟大家跟进一下 今天来说的移动板块 其中一个我今天做得非常抢镜 就是内房股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整个板块 继续表现 中海外升超过2% 最新报22.6 华阳之地22.4毫升接近4% 碧桂园4.2升超过2% 世博房地产16.3毫升毫尔子 富裂地产同样升毫尔子 做13.8 雅居落9.76升2 合景泰富4.71升3 年元地产4.82升超过1% 恒大地毯3.12升接近2% 月首地产升超过1% 最新报2.18 我跟郭sir详细讲内房股 看到内地3月的新建商品房价格来说 升幅扩大了 导致整个内房都有一个升势 好像内地方面 楼市方面始终都比较强势一些 怎样看这个板块 还能不能继续升 还会升的 因为事实上来说 其实去年我推介内房股 都是集中在两只央企和省企 两只央企当然是 688中国海外和1109华洋置地 第一就是始终仍在央企 而且土处足够未来这几年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就是 环境好的时间 他们率先受惠 环境气候不好的话 他们的防守性亦相对比较强 要走的时间 走先而一步 环境不好的时间 亦容易捱 最低限度 政策一定会稍微倾斜 至于1、2、3月首 亦都很多次这样推介 这一阵由两个8回7高位 回调到现在的水平 其实以低价计 已经跌了30% 以一个中线的调整来说 已经符合调整所需 选择内房股 其实不一定是央企和省企 富力或者是农户 这些大型的内房股 都可以考虑 关乎政策 如果城镇化的计划 真的排山倒海来 你想想 城镇的人口 其实来说是很多 这些劳动人口 如果要逐步逐步遷移到市区 你住的需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不会去到城区里面的核心地段 做一些商品房的建设 因为实际上你想做也没有 因为全部漂亮的地 或者贵的地 已经被人圈了 或者做一些商业 酒店或者高级的住宅项目 但是城区或者郊区 还有大量的土地储备 如果个别的内房股 手头上的土储 是遍布于城区或者郊区 很可能 刚好真的受惠于城镇化的计划 因为以亿计的人口 对住的需求当然很大 但是是否真的有这么多的土地储备 内房股一定受惠 也未必 还要看看债务的问题 但是如果个别的债务是比较重的话 老老实实 你不卖楼就套不了眼的话 在日后卖楼和售楼的方面 你的角色就会比较被动 所以要选择的首选来说 都是大型的 尤其是两者 央企和省企 好 谢谢郭Sir 对于内房股的分析 这就是华允之地1109 都是成为了今天上半周 恒指方面升幅最大的股份 指着最差就是135坤能源 要跌至接近超过2% 最终收报在14.72元 跌了3.8元 恒指方面已经停定了 跟大家跟进一下 半日来的恒指跌了10点 收报21,559点 大股成交方面是298亿 国企指数升23点 收报10,324点 其指方面升33点 收报21,544点 低水16点 成交难方面接近4万张 最后跟郭Sir做新报 刚才说的股份自己是否持有 持有少少内颜 谢谢郭Sir 我们先休息一会 1点钟继续有要材蔡英台直播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